长街宽阔 车轮滚滚 现在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张伯李 张定宇 陈薇 乘坐的车辆已经从京西宾馆驶出 在国宾护卫队的护卫下 沿着复兴路 长安街一路东行前往人民大会堂 此时此刻 我们回望岁末年初 大意突降 武汉告急 京楚之地 那里湖水侵占 倾听过屈原的行影 那里大江奔涌 伴奏过李白的高歌义去 那里白云高歌 眺望过远非黄鹤的归期 而那个时候 一模肆虐的这片土地 更有可能利用九省通渠之路向九州卷席 湖北保卫战 武汉保卫战 事关国运休期 民族安危 战败川 而冬之 回狂澜于祭岛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党中央高度重视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 亲自指挥 多次召开会议 听取汇报 做出重要指示 亲临一线考察调研 了解疫情防控工作情况 密集与国外政要和国际组织领导人通电话 通信和会面等传递中国的声音 上下同心举国动员 统一指挥控局有序 在这场严峻的斗争中 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 冲锋在前 英勇奋战 广大医务工作人员 白衣指甲逆行出征 人民解放军职战员 文令集动 永挑重担 广大社区工作者 公安干警 基层干部 下沉干部 志愿者 新闻工作者 不惧风雨坚守一线 广大群众 众志成城 踊跃参与 涌现出了一大批可歌可泣的先进典型和改人事迹 这是一场齐心协力的人民战争 人民不会忘记 84岁高龄的钟南山挤上高铁餐车 星夜兼程赶赴武汉 人民不会忘记 72岁的张伯礼在胆囊摘除手术后 第三天就投入工作 人民不会忘记 张定宇在自己身患剑动症 妻子感染新冠病毒的情况下 仍战斗在与病毒斗争的第一线 人民不会忘记 陈薇率领团队研制重组新冠疫苗 让世界再次见证了中国速度 中华民族历经千古忧患 战胜过许多疫情灾难 于是有玄乎济世的传奇 有姓林春暖的炽热 于是由而今疫情当前身当大任的一位壮举 这样的壮举中所身孕着的 是永生的民族精神 车队正沿着复兴门外大街继续前行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秉持的崇高信念 这份信念体现在抗击疫情斗争中的方方面面 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是应收尽收 应至尽至 尽最大努力阻止疫情传播 不惜一切代价救治每一位患者 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是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 哪里的人民遭到一摩侵袭 遇到生活困难 哪里就是举国力量的汇聚地 尽锐出战的决胜地 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是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一边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 一边积极复工复产 脱贫攻坚不松进 全面小康不停步 14亿中国人民顽强坚守 赤诚相互 共克时间 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是一生生的事 从抗非典到战兴关 中南山市 人的命是最重要的人权 我们保住了这么多人的命 这是我们最大人权的表现 国有危难时 医生及战士 宁赴自己不负人民 张伯李的誓言 铿锵有力 铁人院长张定宇说 我一定要为我们的病人 为我们的城市 为我们的国家 助起一道生命的长城 第一批疫苗 在生产线下线的那一天 正好是陈薇的生日 在收到生日祝福的信息后 他回复了这样八个字 除了胜利 别无选择 誓言如诗 业绩如悲 历史正在见证 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的信念与担当 疫情无国界 战胜具有全球性威胁的一模 需要全人类各尽义务 守望相助 合作抗议始终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推动团结合作的中国理念和中国行动 得到了各国广泛的支持和认同 车队沿着长安街一路东行 我们伴随着这些国家功臣 踏上光荣之路 步入荣誉殿堂 此刻车队正从新华门前驶过 新华门里 为人民服务 五个大字永远熠熠生辉 为人民服务 这是最平凡 也是最伟大的承诺 抗议斗争 是一场由先锋引领的冲锋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人民英雄张伯礼 张定宇 陈薇 以及今天即将接受表彰的先进个人 先进集体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全国先进基属党组织 就是朴实而又闪光的先锋 他们来自于人民 服务于人民 他们在危难关头挺身而出 他们也在执着坚守中默默奉献 14亿中国人民 都是抗击疫情的伟大战士 历史必将铭记中华民族 迎击京市灾变的顽强勇意 中华民族必将继续在风雨中奋勇前进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成势而上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现在车队抵达了人民大会堂 此刻人民大会堂北门外 礼兵肃立 红旗烈烈 青少年代表手持鲜花 赢后即将接受表彰的英雄 国家最高荣誉是礼遇 是招式更是激励 让我们向英雄致敬 向所有抗击疫情斗争中的参战者致敬 向中华民族致敬 国家共产 消灭之热 欢迎 欢迎 国家共产 今天四位国家共产 神采奕奕奕 来到了人民大会堂 即将接受国家最高荣誉的褒奖 和十四亿中国人民的崇高敬意 市民的历史 新家协议 至少新家华民族